各位早安 我是五成團契的鄭劍霞 我是一個很自信和自我中心很強的人 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任何事情 我更加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對於那些做不到我要求的人 我會覺得他們很蠢 我本來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一切的事情都是非常美好 但是我不知道原來我追求完美 讓我和我的家人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這些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原本是天主教徒 但是我又信其他的宗教 經常以為拜得神多 自有神庇佑 四年前有一天 丈夫跟我說要跟我離婚 她一直都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 當時她生意很差 又染上了賭人 經濟就開始出現問題 我很努力地想辦法去幫她 甚至買了一些物業去幫她還債 很努力地去挽救這段婚姻 但是她堅決要離開我 當時的我晴天霹靈 就好像帶入了無底的深淵 從沒想過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以為人生就是這樣完結了 分了居 女兒跟我一起住 親戚就幫我找了一個風水師來幫我看風水 她說 那間屋不適合我住了 住了進去 必然大禍臨頭 更加不可以跟丈夫符合 當時我很慌亂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遊戲 更加無力去應付了 幸好有位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一位 曾經是基督徒的姐妹 她當然不是替我看風水 她安慰我 她替我傳福音 在短短二十幾分鐘的對話當中 我很感動 我內心充滿了安慰和平安 當時就缺了字 記得當時有一種說不出的平安 注入了我心裏面 原來 主耶穌已經進入我心裏 就好像肥勒比書四章七節那樣說 神所賜 出人以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裏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我不再怕了 更加不用搬屋了 原來 人根本就不能控制一切的事物 仲然有很多人時刻地在世上為名利而追逐 但是到頭來 我們都是兩手空空地離開這個世界 相當無助 聖經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犯罪 不經意的 或者是蓄意的 往往都會傷害到別人 或者自己 有時 自己都不可以原諒自己 枉盡了神的恩典 然而 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 乃是永生 我知道 神很愛我們 並不會因為這樣而放棄我們 相反 祂愛我們到底 甚至差祂的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為我們付上罪的代價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聖經清楚地說明神的愛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我們只要 若口裡 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信主後 我在死陰的幽谷 慢慢爬上來 重新學習 重過新的生活 就正如加拉泰書二章二十節地說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藉著聖靈的交道 我不斷地改變 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不再要求世事完美 我學會體諒別人 不再要求別人做到我的標準 只是求靈命上得獎進 我努力學習 報讀主日學 參加崇拜 有穩定的團體生活 開始學習如何關心別人 愛人如己 以基督的心為心 只是相信 主耶穌基督 是我唯一的真神 信了主之後 我並不是一帆風信 去年的四月 我突然間患上二中風 現在我的左耳 只剩下三成左右的停歷 但是我學習到沒有埋怨 因為主一直陪伴我到過黑暗的日子 他帶領我每一步 讓我跨過病患中的折騰 現在我已經在重傷痛 轉望中蘇醒過來 重新開始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章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鳥 本來今天我是不可以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因為星期一晚 我突然間患上了 急性膽狼炎 進了醫院 要做手術 醫生說 星期日我一定趕不及出院 當時我都不知怎算好 只有不斷地祈禱 團契的一群弟兄姊妹 都一起跟我祈禱 求神為我開路 聽託告的神 讓我的病情穩定下來 那我就立刻申請先出院 然後再排期回醫院做手術 神的恩典夠用 所以今天我可以準時和大家一起見證神 明天又可以順利地接受水禮 我希望藉著神給我的救恩和經歷 作為別人的祝福 以生命影響生命 為主作見證 傳福音 我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